在福建漳州,提到龙熙猎数访爬志愿者大队,很多人都不陌生,他们义务抓贼,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港籍珠宝公司老板郭昭君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日前,记者在福建漳州约放了郭昭君。 出生于1973年的郭昭君祖籍福建漳州,1991年移居香港,后回乡创业。1998年,郭昭君创办了保利珠宝金函。 从小对小偷行为的憎恨,加之珠宝函门前频频发生的车辆被盗案,让郭昭君走上了义务反爬的道路。 2015年2月,身为漳州市政协委员的郭昭君,提交了一份创新群方群制工作模式,组建反爬志愿者大队的提案。 同年4月,漳州市第一支民间反爬队伍,龙熙猎数反爬志愿者大队便正式成立。 可能从小对小偷小摸的这一块会比较抵触很看拒嘛,就很想看到一个天下无贼的那种景象。 在政协提案上面,说要成立一个民间反爬队伍,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大街小巷去发现这些各种类型的一个违法犯罪嫌疑人,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市民的一份支援服务。 晚上10点多,龙熙猎数反爬志愿者大队的队员们集结完毕。 郭昭君简单分配轮武后,他们便骑着电动车开始了扫街。 一旦遇到情况,队员们便会在微信群里发定位,互相支援。 郭昭君告诉记者,咒服夜出,通小打档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志愿者设计面会比较广,其中有警察,有私营的业主,也有农民,也有那种搏击馆的馆主整合在一起,来去当一个比较特殊的志愿者。 我们非常积极地配合当地的警方在做这一块反爬的资源服务。 那么经过这些年,大家一起的努力,赞助的治安状况,我感觉是好了非常多。 作为一家珠宝金行的董事长,郭昭君可谓身价不菲,走上反爬的道路,在不少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务正业。 但是郭昭君却乐此不疲,遇见可疑人员察言观色,揣摩窃贼的心理, 二十多年来抓贼的经历,让郭昭君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成为了业余的抓贼能手。 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让他难忘的事。 那个小偷是为了逃避民众或者警方的追捕,就直接跳到内核里面,就是我们还没清淤的内核。 那时候是很脏,比人还高了污水。 然后我看到,那时候有人想都没想,我也直接碰就跳下去了。 那个小偷一看到我跳下去,他就想跑,就跑到了污水管里面,我也跟着爬进去。 那次让我的记忆是最深刻,后面我们就定点到那个小偷的位置,配合警方,把那个窃贼抓上来。 被那个玻璃炸,各种割破的,身上的伤口一两个月才好。 搏击馆是郭昭君和队员们工作之余经常去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苦练本领,强身健体。 阮省兵是一名90后的搏击广广主,也是龙熙猎鼠反爬志愿者大队的教练。 把我所学到的一些技术跟记忆,更好的去发挥到社会当中。 习武之人做到一个,把自己的武术回归到大众。 我们把习武术会用的比较多,能够最小的去减低,在抓捕过程当中对嫌疑人的伤害。 在搏击俱乐部的墙上,挂满了各种的景旗,讲述着多年来,荣熙猎鼠反爬志愿者大队队员们义务奋献,在保义方平安方面取得的成绩。 2015年,郭昭君当选为张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他也获得了全国向上向上好青年。 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福建省和张州市两级,建议勇为先进分子等诸多的荣誉称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